大家好,我是户标炮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最近收的一些小钱币 最近行情呢,也不是特别好 可能呢,就大家都可能往这些小钱币上面花的精力呢,相对会多一点 可能像这种小的宝园的家庆啊,都是状态很好的 特别极品呢,我都去评级了 这是一个康熙的背面有一个心 这是一个固定板,28加了一个康熙 然后像这种的乾隆的一个书局 字口编道都非常有意思 然后像这种呢,这是一个罗汉 也是最近收的,基本都是一个人家那边收的 这几个万利啊,也是人家压箱底的 比较有坑口的万利 这个带点蓝袖,这个是定州坑的 非常标准的定州坑 然后一个带结晶绣的一个顺质 结晶顺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些小的25加的小清钱也很漂亮 嗯,小康熙罗汉室也很漂亮的 康熙罗汉室也是一个比较经常大家会忽略的一个东西 这东西其实也挺少见的 比较好的也不多 这加清的状态也是非常漂亮 其实有很多小东西都非常值得玩啊 这种小家庆 然后像这种呢 小的一个康熙的一个姜 它的状态都非常好 这个是个顺质的东啊 这个字口都是一笔一画的 像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人主宝啊 就是水坑的康熙 你看水坑状态的康熙也非常有特色 都很漂亮啊 所以钱币呢 不一定要玩的特别贵 有很多小钱币也是非常值得去玩一玩的 像这个的话也很漂亮啊 一个满汉宣 上面还刻了个大字 这是一个满汉的一个圆 都是圆汁圆味的 没动过手的 像是像这种乾隆大字大满汉 这个快26了 它这个字口非常非常的深 非常非常的惊艳 它这个宝云菊的 也是水坑的 这个呢 又是一个棱主宝啊 就是阔原棱主宝 这上面也是挺漂亮的 最关键它这个包浆非常润 这个是康熙盒 这个康熙盒是28的 字口也非常的润 有些小东西就是拿到手上看 就是很舒服啊 这也是个康熙盒 还有一个防凉的康熙盒 也是非常漂亮的 标准防凉 对 还有一个康熙的盒下水 这个也是防凉的康熙盒 防凉标准防凉 可能防凉的痕迹都在啊 味道非常漂亮 半阴半阳 非常漂亮 还有一个 这个冬也挺漂亮的 很润啊 很润 最关键的是 蚊子的精度特别高 你感觉到蚊子的精度特别特别高 掉地上 这是一个冬 这个是一个盒 这是一个铃 背面戳了两个中字 也非常有特色 还有是 这种大字大满纹 我有一个特别好品项的去评级了 这两个品项也是不差的 大字大满纹 现在大字大满纹 其实的价格反而在节节攀高 因为它精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东西很漂亮 原汁原味的东西非常漂亮 然后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另外一个盒 也是一个28的盒 你看它的字口的状态是一笔一画的 看到吗 完了之后它还是个小板叫盒下水 就是在盒子的这个边上有个小点 叫盒下水 这个东西也很少见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非常有意思 这钱都非常润嘛 然后这种小顺质也很漂亮 带点小竹子的竹刹 那还有像这种的 这个康熙语言 都是语言之原味没动过的 这个编道稍微有点磕 这个就是我说的一个28家的大元 这个字口就非常非常的迁细了 对有点母风的感觉了 文字精度同字都比较好 这也是个康熙语言 也是这种状态 一笔一画 但是和这个文字比起来 是吧 还是有点差距的 这个语言更大一点 挺漂亮的 康熙语言28家的 像这个是一个康熙里面 特别少的柜 康熙柜 康熙柜呢 它品相好的特别少 像这种接近85分状态的康熙柜呀 还是非常非常少出现的 康熙柜确实挺不错吧 对 然后呢 像这种呢 是康熙的圆 这个小东西 这就是我们最近在玩的一些小东西吧 庸正也有啊 这种也是那种非常有味道的庸正 也是很漂亮 有味道啊 嗯 所以呢 就是最近的一个收获吧 这个也是啊 这个都是一些裸币的 其实有更好一些的 可能都去贫瘠了 这里是剩下来一部 下次相对低一点的 不过这里面有个27家的一个前棚大样 扩原大样 也很漂亮 行吧 这就是我们最近的一批收获的一些小钱币 也给大家都看了看 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小金钱还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去玩一玩的 特别是品价稍微好一点的 这只是我们最近收了一部分 我们还收了很多很多都打盒子的币 对那些品价会更好一点 很多都品价更好 我们去评级啊什么了 然后就价值高一点了 就是就是一些康熙啊什么的 相对价值低一些嘛 给大家看一下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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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谢谢观看